就最近的事提的风波, 如果我是共产党人或者是很亲共的人, 我一定会说日本侵华是利大于弊, 因为无日本人侵华,中共就拿不到政权, 所以毛泽东在战后多次, 最少有五、六次感谢日本人侵华, 所以我们见到这个事提风波出现后, 很多亲共人士,教联会跳出来说这是荼毒学生, 我想问他,如果一条题目问日本侵华对中国有好处 就是荼毒学生,毛泽东当年一而再再而三, 三而四多谢日本人侵却中国, 这又是一种荼毒中国人民呢? 所以我觉得左派文汇好、大公好、教联会好、 人民日报好、新华社好, 这件事来攻击香港教育是在製造一些反华的不爱国人的时候, 他们应该反攻自然,毛泽东当年做何事要多谢日本人侵华呢? 所以我说如果我是共产党员, 或者我是很支持共产党的人, 我应该回答这个题目的时候, 就说日本侵华是对中国有好处, 因为毛泽东都多次感谢日本人侵华,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现在借这件事在吵轩巴斐的人, 要么不懂历史, 他们不知道他们很崇拜的中共政权, 原来是得益于日本人侵华, 而他们的党魁因此而多次向日本人多谢, 要么他们不懂历史,要么他们持相续标准, 为何毛泽东多谢日本人侵华就可以, 我觉得现在香港的学生给一条思想题, 或者一个辩论题给他们作答, 就认为这是殖民地教育的恶果, 这些人我说要么不懂历史, 要么持相续标准, 我先讲讲为何毛泽东要多次多谢日本人侵华, 最初我何时了解这个情况呢, 我读大学时, 当时文革还未结束的时候, 坊间留行一本叫做《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 这本书是红卫兵编辑成的, 我首先最早就在这本书看到有关毛泽东, 多谢日本人侵华的言论, 当时我很奇怪, 为何毛泽东会多谢呢, 我还以为是红卫兵, 文革时你知文革很乱, 很多红卫兵小报, 乱那么车大炮的东西, 我以为是属于红卫兵的那些激进分子车大炮的东西, 所以没有什么去深究, 为何当时曝尚冬要多谢日本人, 因为不知道他是不是真还是假, 那个年代,后来大概是九几年的时候, 我忘记了具体日子, 我看到中央文献出版社, 外交部和外交部的一些机构, 是编了毛泽东的外交思想, 里面竟然有几处都提到毛泽东, 多谢日本人侵华的言论, 当时我就觉得我在大学时期, 看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文章不是假的, 毛泽东真是代表中国人民, 向日本人多谢他们侵华, 当然这个问题是很离谱的问题, 为什么毛泽东会这样说话, 是完全罔顾所谓民族感情, 用今天很多左派评论这条议题, 评论这条事题的说法, 就是罔顾民族感情, 为什么毛泽东会罔顾民族感情, 很多人出来跟他原谱, 就是说毛泽东讲话经常有些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讲一次就够了, 他是每次见到重要的日本外奔的时候, 都是同样多谢日本人侵华, 其实他不止一次这样说, 你就不可以当是所谓黑色幽默, 他是真是一种内心世界的真述表述, 在心理学上来说, 这一种叫Frydian Sleep, 就是弗洛伊德的漏嘴, 讲漏了嘴, 讲漏了嘴, 其实是表露他真正的想法, 他真正的想法果然就是, 真正多谢日本人帮助中共夺取政权, 这件事其实有个中国学者, 谢文田的中国学者, 他已经在几年前写了一本书, 叫做谢又田, 对不起,谢又田, 他写了一本书, 中共壮大殲迷, 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 里面很清楚讲了, 为何毛泽东勾结日本人去牵制国民党, 希望等国民党和日本人打, 然后中共可以乘机壮大, 其实那时谢又田这本书, 已经提供了很多很具体的证据证明, 毛泽东当时来讲的确是有这个心态, 但难得的就是几年后, 日本有个女作家学者, 叫阮藤玉的学者, 他写了一本书叫毛泽东, 就是日本军的共谋男人, 即是毛泽东跟日本共同去勾结, 以便打击国民党, 毛泽东这个做法, 在远藤玉这本书来讲, 它难得的就是找到很多日本的档案, 在日本的一些解密档案里面, 是找到中共派潘汉年去跟日本政府去勾结, 要求达成一个协议, 就是说中共跟日本大家不打仗, 然后使日本可以全心对付国民党, 事实上这件事, 我们亦从抗日战争时期, 延安基本上无受日军的凶袖, 可以看到, 日本人派好飞机去炸重庆, 但是唯独延安一次都无去炸过, 其实这件事已经客观上证明了, 就是有这种勾结在, 其实远藤玉这本书, 跟我刚才所讲的, 谢又田那本书所讲的内容基本上是一致, 他所不同的地方找到日本一些解密档案, 由解密档案之中证实了谢又田所讲的, 所提的那些资料, 所以整个过程来说, 我们看到的确是中共是因为日本侵华, 而壮大起上来, 因为他在这情况下, 所以毛泽东内心世界, 其实是多谢日本仔, 所以他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去多谢日本仔, 绝对不是所谓的黑色幽默, 讲说话风趣就可以解释过去, 所以我很想请那些今天意粉田英, 星土考试局的人, 麻烦他们上一上, 如果你是那麽支持中共的立场, 你便应该集中火力去攻击毛泽东, 为何当时要执行一条禍国殃民的政策, 使得破坏国民党领导的抗战, 这些才是真正的民族罪人, 现在毛泽东你不敢去碰他, 然后借所谓民族主义的大棒, 来毆打这些考试局, 那算是什麽呢? 要是你就是愚蠢, 不懂得历史, 要是你就是双重标准, 大的你不敢碰, 欺负一些小的, 所以我觉得你从政治角度来看, 是非常可耻的, 今次无论人民日报, 新华社,外交部, 外交部署, 香港的特派员工署都出声, 这件事无论如何, 都不涉及国防外交的事, 基本法中讲得清清楚楚, 教育是香港自治范围内的事, 必须勞烦你这麽多个单位, 由中联罢港澳罢出来干预香港, 这件事你想香港人就此贴贴服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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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這個試題,賣國主義,投降主義, 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傷害得過毛澤東, 多謝日本人侵華,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極之荒謬的事, 你只要講它的效果, 效果就很簡單,你這樣做下去, 你實際上要所有學生只能認同一個觀點, 就是日本侵華是不好的事, 日本侵華是不好的事,當然是, 但現在處理方法是完全不讓你有 第二種思考的途徑, 正因為長期來都是用一種手法去壓伏你, 使你必然接受一種觀點, 所以你不敢從歷史的資料中找出歷史的真相, 所以譬如謝友田那本書, 從中共的檔案裡面找很多資料來證實, 中共當時的確是賣國的, 勾結日本打擊國民黨的抗日工作, 如果你只接受中共單一的論述的時候, 你怎會從檔案之中找出事實的另一邊呢, 所以這是一種扼殺學術自由, 扼殺獨立思考的空間的一種做法, 我覺得長期這樣下去的話, 香港就沒有了, 我希望那些主持教育的人, 要深深總結中國五十年代那些對很多名校, 一夜之間用這個所謂思想改造的運動, 將中國本來努力經營出十幾間, 當時在國際上都算是有名的大學, 譬如上海的聖約項大學等等, 一夜之間全部都倒閉, 這個這樣的經驗教訓是很深刻的, 所以你現在以為自己響應一下中共的號召, 要對這些試題這件事進行這麼高壓的手段, 你就是重複50年代中共的錯誤, 你就是中共這個鉗制人民思想的一種幫兇, 我希望這些有關的官員特別林鄭, 好好去總結, 好好看共產黨這種教育政策, 是如何扼殺全國人民思想言論的空間, 和如何毒害下一代, 使大家只能有一個單一的歷史觀, 而不能有其他想法, 現在中國大陸那些五毛, 你看它那些言論的偏頗, 你就知道這種就是正正中共那種教育培養出來的結果, 我們是否很想香港也重蹈這些覆轍呢,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其實都是很值得引起大家的關注和聲討, 中共對香港青年人的抗爭的判斷是完全錯誤的, 它想在香港最堂死的腦, 它經常說香港回歸之後未經歷過去殖民地化的工作, 所以殘留很多殖民地思想, 造成香港的年輕人沒有國家意識, 沒有國民意識等等, 它認為通過去殖化的教育, 判斷外國主義思想就能夠解決問題, 它這種判斷本身是錯的, 因為為什麼呢? 香港年輕人缺乏所謂的懷念英治時代, 是什麼原因造成呢? 我們從英治時代走過來的人就看到很多原因了, 為什麼今時今日是不及英治時代的情況, 很簡單, 譬如說英治時代沒有人監我們要唱國歌, 大家都知道英治時代沒有所謂的國歌法, 當英國國歌天有女王天有我王奏起時, 我們每個人都在下面的人都是改他的歌詞, 每個人拿著一隻刀,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嚴格來說是侮辱英國國歌的, 我們沒事, 英國殖民地不會因此說我們犯法, 但是你看今時今日準備立國歌法, 你對國歌所謂疑似創作, 分分鐘就有罪, 你從這一點簡單來看, 我不說其他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那些, 你只是從這一點來看, 你只是要強迫別人去愛你, 為什麼英國通知一百五十年香港不出現港獨的要求呢? 因為英國沒有要你香港人去認同他,去愛他, 你此不犯法,在香港不犯事, 他不犯你,不犯你思想,不犯你言論, 但現在不是了, 現在換了之旗之後, 他開始要你這樣根據,那樣根據, 大哥你那個制度是完全跟香港不同, 你強硬要人在思想上認同你, 你死不死? 你逼使大家心底裏反抗你, 這才是港獨內心深處的原因, 否則你很多人北京下來做調查研究的人, 都問我一個問題, 為何現在有港獨, 我就說你先去想清楚, 為何英國統治香港一百五十年, 大家沒有要求獨立, 你回歸二十多年, 就馬上逼迫到年青人希望脫離你, 那問題在哪裡呢? 那問題你能不能怪因為沒有搞去殖文化的教育, 那問題是出於你在這二十多年來, 你不斷對香港人承諾那方面, 基本法規定的承諾是不斷倒退, 不斷違背這個承諾, 在這種情況下逼到大家要反對你, 所以你如果今時今日還說香港青年人不滿, 是因為沒有進行非殖文化教育的時候, 那你又是走錯方向, 所以我覺得他如果繼續在香港強制性推行 所謂反殖教育, 強制推行所謂外國教育, 他只會碰到更大失敗,我自己覺得。